他自己也是个长辈 也是超过65岁了 那他一移民过来 其实都已经就是 已经到长辈 长辈红兰卡这个阶层了 那他现在在想说 他刚刚入了美国籍 那现在这个已经合规合法的 可以拿到Obamacare 就是所谓的这个加州健保 Cover California的部分 那他现在问说 他如果是满了65岁的话 也才刚入籍没多久 也就是近来我们加州也没多久 像这种情况的话 他要办理红兰卡吗 可以不办吗 继续用Cover California吗 如果已经满了65岁 是不是就是不办 不离开也不行了 这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 天宁保险张先生 帮我们科普一下 好那这个呢 我刚刚出现的 大概了解了 他是刚刚入了美国籍 对不对 好那我就是要问他了 你胆子大吗 你敢不办红兰卡吗 你有了绿卡跟美国籍都一样 这个跟红兰卡不得嘎 因为红兰卡是不管你美国籍跟绿卡 你只要居留满绿卡满了五年 你有在这边有没有工作报税 有没有足够的点数 那你的点数并不构成你必然的条件 说我点数不够 我能不能留在欧巴马健保里 对不对 有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 但是政府的回答是不行 你第一个条件 有没有到65岁 第二个条件 你是不是在美国绿卡有超过五年 有 好那你就乖乖的去办红兰卡 OK 所以这个呢 你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比喻说 过去美好的 欧巴马健保的 给你的福利 你就把它留在回忆里 OK 好的 你现在有资格要办红兰卡 你就要去办红兰卡 OK 所以他点数虽然不够 但是要自费了 就要花钱了 对 点数不够是另外一个 议题了 议题 那政府都有明文规定 你点数是30点以下 还30点以上 那这个都有不同的价码 你要付给政府 哇 所以呢 这个时候你的工作 假如说现在还没有到65岁的 听众们 你有要做规划 建议赶快跟我们天宁联络吧 是是 能够累积点数快点去 就跟税务规划一样 你要拿红兰卡 你要拿Medicare的话 这种福利 你也是点数要赶快规划起来 要来做这个点数的一个 先计划好 所以天宁保险 您自己本身在做这个健康保险的业务 所以不管是65岁以下的 Cover California 加州健保 您很熟悉 那以上的长辈朋友的红兰卡 您也是非常的专精 所以只要是健康保险问题 其实问您都问不到吗 是不是 哦 那当然 老实讲 刚刚你还露了假 一个从baby开始 哦 嬰儿的部分 小baby的部分 保险 一直到这个 青少年的保险 奥巴马健保到红兰卡 我们都是咨询站 我们 我们这方面已经 二十 二十五年了吧 哇 我们非常了解业务的 太棒了 再次感谢我们的天宁保险的张先生 每次都跟我们交导这么多 关于健康保险的资讯 天天都学到好的 这个新消息 谢谢你张先生 谢谢 各位 新年快乐